这个小男孩名叫维特 智商高达180 从小对钢琴很有兴趣 5岁就能无视自通 弹生日快乐歌 12岁就精通股市 买进老爸公司的所有股票 等老爸公司倒闭了 名正言顺地当上CEO 还像个小大人一样 自己租下一层办公楼 只为在这里弹琴 他买下昂贵的戒指 送给新爷的小姐姐 向对方表达爱意 小姐姐微微一笑 我是不是听错了 维特马上冷静分析 女人通常比伴侣小七岁 而男的生命比女人小七岁 一旦男人挂了 女人就要守寡14年 所以最合适的做法是 女人交小男朋友 这样才会幸福美满 至于行为上的付出 可以再等几年 无非就是交换DNA而已 一番冷静分析 这样小姐姐无言以对 多么激烈的小孩 可就这样一个智商超群的孩子 却在生活不抱任何希望 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干什么 因为维特的钢琴天赋 父母有一把儿子培养成钢琴家 可维特并不想弹琴 只想去乡下 和最喜欢的木匠爷爷一起玩耍 穿上爷爷做的木头翅膀 自由飞翔 但是妈妈坚持不让他 碰任何有危险的东西 为了看住儿子 妈妈聘请房顿的女儿 伊莎贝尔给维特做保姆 两个人躺在床上 谈论各自的梦想 伊莎贝尔说 他长大以后想当摇滚歌手 还穿上维特妈妈的衣服 用扫把当话筒 急性表演一番 妈妈回到家 看到两个人躺在一起 这还了得 他当即决定辞退保姆 儿子交给谁照顾 他都不放心 他辞掉工作 把培养儿子 当成自己终生事业 而维特得知妈妈 辞退了伊莎贝尔 当时就不乐意了 伊莎贝尔是他唯一的朋友 一气之下大发脾气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生气归生气 生活还要继续 没过多久 父母在城里换了大房子 维特一边学习钢琴 一边读高中 可智商超群 不是一件好事 少年维特的烦恼 没有人能懂 他在学校里 没有一个朋友 同学做不出来的数学题 他马上就能说出答案 还在课堂上修智商 让老师难堪 校长找维特妈妈谈话 你的儿子智商太高了 学校里没有老师 适合教他 只能让他提前毕业 此时的维特才13岁 父亲希望他直接上大学 把钢琴当成是业语爱好 将来可以当工程师 来他的公司实习 老板退休以后 打算让他当总裁 两父子有赚不完的钱 但是维特对此 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 他再次陷入迷茫 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干什么 维特来到乡下找爷爷 倾诉自己的烦恼 他其实只想当一个普通人 不想被寄予厚望 爷爷取下帽子扔到河边 告诉孙子 如果你暂时下不了决定 就先舍弃一些东西吧 爷爷的话 让维特豁然开朗 妈妈带维特去拜访 知名钢琴家 计划拜他为师 钢琴家让维特先谈这一举 维特当时是拒绝的 妈妈露出犀利的眼神 你就不能为我而谈吗 可维特反问道 为什么我总是为了你弹琴 钢琴家很机智 一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说好的钢琴拜师 就这样取消了 妈妈很生气 为什么儿子要说那样的话 这种难得的机会 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可妈妈哪里知道 儿子小小的脑袋里 其实只想自由飞翔 这是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维特想起了爷爷扔帽子的画面 如果他想得到一样东西 叫先舍弃令一样东西 他穿上爷爷做的翅膀 像只大蝙蝠一样 从二楼飞下去 父母吓坏了 赶紧叫来救护车 还好维特没受什么伤 连擦伤都没有 只是脑袋受了些轻伤 爷爷来到医院 陪维特下棋 从未输过的他 这次竟然输回了爷爷 回到家里后 对看书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 妈妈觉得儿子不对劲 带儿子去做了检查 医生说 儿子现在的智商只有120 摔了一跤 让儿子的智商 从180降到了120 妈妈难以接受 儿子变成普通人 儿子又开始和同龄的孩子 一起上课 他在钢琴方面的天赋 严重下滑 再也弹不出顺畅的曲子 妈妈又气又远 你只是脑袋摔坏了 怎么连手也不好使了 儿子无奈地抱住妈妈 妈妈也慢慢妥协了 看着骑自行车的儿子 妈妈也突然觉得 平凡的儿子看起来 反而更快乐一些 维特在爷爷家 听钢琴演奏 受到感触 忍不住打开钢琴 自己弹奏起来 聪明的爷爷听到 孙子专业的琴声 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他悄悄观察孙子弹琴 终于明白了什么 关上门 静静地离开 爷爷对孙子说 他口风很紧 绝对不会把维特 假装智商下降的事情 告诉别人 爷爷家里的房子坏了 没有钱修 维特的老爸 也是入不敷出 拿不出钱来 公司一直在亏本 不得不裁员 维特知道后 开始琢磨 通过股票赚钱 小孩没有资格 进行股票交易 他就找到爷爷帮忙签字 爷爷非常相信孙子 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34万 支持孙子炒股 维特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让爷爷变成了百万富翁 这上180的人 赚钱就是这么容易 有了钱 爷爷买了高端设备 在家里进行模拟飞行 当飞行员 是爷爷一生的梦想 在孙子的帮助下 梦想正一点点照进现实 有了这么多钱 爷孙俩马上去买大飞机 维特还租了一套大房子 经营起一家 只有他一个人的大公司 一边欢喜 一边愁 维特老爸的公司 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股东想把公司卖掉 只有维特的老爸坚持反对 后来 放进了依莎贝尔 五年时间过去了 依莎贝尔早就忘记了 当初的维特 可维特的眼神像是钉子一样 落在依莎贝尔的身上 再也拔不出来 维特准备好礼物 约依莎贝尔见面 可依莎贝尔却上了别人的车 维特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经常去依莎贝尔工作的小店听歌 终于有一天 他看到依莎贝尔向同事倾诉 自己被男友甩了 维特招呼依莎贝尔过来听歌 那是他们当年一起演奏的摇滚歌曲 依莎贝尔一听 就想起了维特 维特把自己打扮成大人模样 约依莎贝尔到饭店吃饭 还送他钻戒 这可把依莎贝尔惊呆了 可依莎贝尔只是把维特当成他的弟弟 并没有别的打算 爷爷突然住进了医院 等爸妈离开后 爷爷才说出真相 他是从飞机上摔下来的 原来呀 爷爷模拟飞行三百小时后 终于忍不住 剪开围栏 登上飞机 开始他梦寐以求地飞行 按爷爷的说法 就来你儿看了 都会嫉妒眼红 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实现自己的梦想 爷爷此生也是死而无憾了 爷爷去世后 维特的公司没有发人 他马上任命伊莎贝尔为公司总裁 这个曾经给维特当保姆的普通女孩 做梦也想不到 他会有如此辉煌的一天 没过多久 维特的老爸被公司开除 两口子商量着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第二天 老爸去找新总裁就收留 哪怕是领实习生的薪水也愿意 可新总裁具一副仇恨的样子 还表示马上要辞职走人 老爸此时才知道 他的天才儿子 为他收购了这家公司 还让他重新坐回了CEO的位置 妈妈收到了爷爷去世前的一封信 爷爷在信里说出了 维特假装自己智商 从180降到了120的事 此时的维特 敲下来的飞机场 驾驶飞机 翱翔太空 飞到女钢琴家的后花园 正式开始向钢琴家学习 经历这么多 维特终于在迷失的道路上 找到了坚定的方向 那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钢琴家 这部电影名叫 《想飞的钢琴少年》 维特是个幸运儿 他有个富裕的家庭 还有高达180的智商 和一个懂他的爷爷 在成长的道路上 如果你不确定 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那就试着去舍弃什么 等你暂时失去之后 你才会明白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老胡 喜欢我 关注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